嗨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三 再過兩天大家忍一下就週末了 我們第一位來賓是林玉峰 嗨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陽明 大家晚安 玉峰剛剛新竹市 有警察在派出所中槍身亡 他是自己嗎 我們最近這幾個月 看起來應該是這個吧 自殘吧 自殘 對啊 你是在派出所裡面 對對對 最近這幾個月好像蠻多這種Case的 沒有 你要先確認他是意外還是 他是自殘 所以我說如果是自殘的話 那就沒辦法 我們寶武調過去支援 那理論上寶武比較單純一點吧 派出所的請問比較負責 對啊 可是他 可能還有很多個人的因素 對啊 他在新埔 在山區的派出所應該也長 羅馬 對啊 沒有沒有 我最近很忙 山區 那個垃圾掩埋場大 可能你知道每天 就一堆電話打到異議行 抗議 警戒間大悲也有大喜 你說陳子瑜 台北市的警局這個 是所長嗎 我還以為你說那個 新北市的警局的員警 拔到陳子瑜 對啊 他是新北市的 永和分局 秀郎派出所 就他們那個轄區的不是嗎 基層員警 他說是因為執勤任務的時候認識的嗎 就那個黎莎的轄區 最美黎長 當然我們祝福他啦 因為我看那個陳子瑜 他上那個廣播節目 我覺得他口條很好耶 對 那大有可為 他是有訓練的 他言之有誤 而且進退有據 對啦 關鍵是因為長得漂亮 所以他講什麼都是對的 有啦 還是要看內容 如果有內容的話 很快就出來選議員啦 而且我覺得他最後下午認愛的 真的是很不錯耶 他說 大家都說我跟這個 這位先生在交往 說是的 我就是在跟他交往 我希望呵護這一段 得來不易的愛情 讚啦 就希望 喜歡這種有Guts的 不要當人家 介入人家家庭 還沒扯到什麼傅崑起的 這個真的要學一下 敢做敢當 敢愛敢恨 像我現在都沒什麼 談戀愛的機會 都一腳都踏入 兩隻腳有一隻都踏進棺材 還沒 我最近常常在想 人家常常 參事學生來做那個 還問我說 請問桌長 你現在有人生最重要的計劃是什麼嗎 我還想了很久 他說我希望我死的時候 不要折磨太久這樣子 最好一個呼吸沒上來就走了 但是大哥 你是想到太遠以後的事了 其實也沒多遠耶 哪會耶 我們的人生正要開始好不好 我跟你講一個呼吸就結束 有很痛苦也有很輕鬆的 一個呼吸 一個呼吸之間耶 怎麼可能會多痛苦 爆炸 那一下就沒了 我所謂的痛苦 是要說做這 半生不水十年 這樣子只能靠呼吸氣什麼之類的 人家不是說如果是睡夢中離世 是最好的 對 我以前跑過有一次新聞 冬天的時候很冷很冷的時候 就有個台中的眷村 一個老伯伯 他就是坐在輪椅 就在輪椅上睡著 還掛著笑容睡著離開 我去的時候 一開始還說是什麼孤獨老人 死掉很可憐什麼的 去的時候他的鄰居街房 因為都是老農民 他是坐輪椅的笑著離世耶 這種叫壽終正起 對 那以我們一般世俗的說法 就是他可能積累了很多福氣這樣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說法也不公平 那意外死亡是每個人都壞人嘛 這實在也是蠻奇怪的 沒關係我們正面的時候 就盡量往正面的方向去 負面的時候就要停止 對 負面的時候就先停這樣子 你看 好死是不是很重要 好死不如賴活著 你說賴活著 賴真的還有活著嗎 你說誰 他現在躺在 好死不如賴活 這樣子是不是 阿柯咧 柯怎麼被搞 柯怎麼進來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進了 柯怎麼進來 蛤 之後那個官方他們又很專業 他們說我們還有DNA檢測 確定裡面有鴨的成分 你說什麼對不起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鴨眼球膜的那個 他們還有用DNA檢測 真的有 你知道因為他們上一次那個 把老鼠頭 沒有 老鼠頭 後來調查也確認他是老鼠頭 對啊 但是那個是就真的有問題 這個是沒有問題 他那個搓了七天 不止喔 老鼠頭記得不止七天 至少一個禮拜 所以後來 不止不止 反正他們現在地方政府 就會怕說這個東西 如果燒起來得了 趕快演 但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還有 鴨眼球膜 這個東西 這個長知識 我想說眼球 廣州可能什麼都吃 對龍虎豹 台灣人也是啊 沒有有些 台灣人也不環多讓 有些特殊部位真的 有些地方有些省份會吃得特別多 多跟寡的問題 就是他什麼都可以拿來做料理 台灣其實也是什麼都吃 只是像你講的多跟寡 有些人還是很怕看到眼睛 看到具體的形狀會害怕 魚眼睛也有人吃 魚眼睛很多人吃 魚眼睛很多人吃 就跟雞屁股一樣 有些人專挑那個部位吃 吃魚眼睛是因為覺得會補眼睛 是不是 對啊 小時候大人不都這樣講嗎 膠質啊 其實都是膠質 膠質啊 可是那種吃的膠質 也不會到你的臉上去 可能會有膠原蛋白 有一時講說膠質 其實是沒有辦法吃到臉上去的 侯友宜今天是有肇事活動嗎 侯友宜今天晚上啊在台中 台中 跟盧秀燕 然後你知道有那種直播組 他們就標題之下說 凸子燕子漢子首次同台 韓國語喔 對 就是故意拿這個當宣傳 到時候你去看 然後沒有韓國語 這樣很不良 他們是為了流量 那真的是直播組嗎 韓哥最近在台灣很紅 韓哥 今天他今天在幫富邦 漢將隊開球 速度與激情 因為他在玩命關頭 他在台北市街頭 很多人遇到他 然後跟他打卡 他都很親切 所以有很多網紅 就拍了一些側拍的影片說 他走過去什麼 跟他講說想要跟他拍照 他還特別親切 就等我一下 我先上去再馬上下來 完全沒有那種 好萊塢巨星 他算巨星嗎 算大咖了啦 算大咖了啦 他是用國際巨星來 對啦 算大咖了 但有人一直 有人拍一張側拍子說 哇 王偉忠好親切喔 他說他長 那個造型有一點像 他說王偉忠不戴眼鏡的樣子 對對對 而且他在玩命關頭裡面的角色算討喜 他原本是跟 特別查了一下網路上有一個說法是說 中國大陸那邊他們平均四歲 他們的兒童四歲就會背 九九成八表 我們應該沒有到四歲就要背吧 我們以前小時候是幼兒園 不是不是 以前是這樣 幼兒園沒有要背 但是會有很多家長主動拿給你背 超前背 很部署 然後我幼兒園的時候 所以我應該要用 幼兒園我們在背三字經 人之初心本 善信相近 息相遠 狗不教信 乃千 狗不教之道 歸於專 我現在只會背另外一種三字經 那個不用背啊 那個就是反射出之類 其夢母則領除 子步學斷基柱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因為以前 以前電視三台還會播那種卡通 很好看 我們家還會背什麼 諸子嘉訊 什麼黎明 及其撒 停除 整節 清新意志 難怪楊明 兵兵有理 就是 特別的有氣質 他的成就我們難以棄集 沒有啦 那是家裡就是掛了一幅在那邊 然後你叫每天唸 有家訊 對 完蛋了 你們叫做掛錢 我們都掛那個股票的那個走勢圖 這樣 那禮拜三號的時候就會提名 通過侯友宜了嘛 對不對 楊明應該是這樣 二十三號就通過了 理論上是 那 郭 和 本和 菲律 反正下一關就是 下一關就是九月吧 九月為什麼是九月 九月十三到十七是公民連署登記參選的那一年 最後要不要選的關卡吧 對 就是郭台銘如果沒有民眾黨跟國民黨的support或合作或結盟 他要參選 他要參選只有在九月十三到九月十七這個禮拜要去登記公民連署 獨立參選就是九月 對 那如果他要當副手 那如果他要公民連署這一關 他一定要在那個時候去登記 他如果沒有登記 那為什麼說十一月還有一個關卡 不是 十一月是正式登記 像現在國民黨民眾黨他們已經有總統登記那個叫門票的 如果跟他整合十一月是另外一個關卡 就是這群人叫總子選手啦 那個叫外卡啦 你要再去連署拿到那張門票的那個是九月份 所以如果你要獨立參選九月份就要做出決定嘛 那如果你沒有去九月中你最後沒有去登記 就表示你不會獨立參選 但是沒有完全不會選 所以對 七二三之後就是看郭台銘的下一步動作會往哪裡走 那目前看起來我認為他獨立參選的機率其實沒有那麼高 那如果這麼多民調他其實實力是這麼差的 啊為什麼可以讓他翻雲覆雨 沒有他很想選 可是一個叫做 他但是他沒有實力啊 一個叫做想選 一個叫想贏 你覺得郭台銘想要哪一個 想選 想贏 啊 但他看起來是只有想選的份啊 沒有啦 如果今天我我只是為了選而選 最後變成 你知道在野陣營 他民調最好也才14% 對 所以最後你一選下去 柯文哲也落選 侯友宜也調 不是 所有人都怪你的時候 你覺得郭台銘會做這個選擇 他好像